你可能會想,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 他們子女的中文還要找人搞? 事實並非如此 很多小朋友都是很小的時候被帶來美國 當人問及到小朋友懂不懂說中文的時候 小朋友都很自卑地躲在父母的後面 可以看得出學習相語是多麼重要 試想一下,當有一天 你的小朋友自信地用相語做演講 所有人都為他鼓掌的那一刻是多麼美好的事情 敬請你鎖定 星期晚上2月2台8時半的天下的中環談 如何興高采烈學習文,考賴之道